比18,053点都是再创历史新高 还有标准普尔 标普呢也是再创历史新高 2088 所以威良啊 美国股市为什么那么厉害 评创历史新高 第一点 第二个 那美股大涨些什么 这有跟台股相关的吧 好 我想就是说反映美国的经济真的很好 稻穷指数今年已经连续38次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对他来说 现在呢 我们常讲一句话 唯有稻穷才能超越稻穷了 只有他能够不断的去改写新的记录 那另外S&P500指数 其实他更能够广泛的代表所有的产业嘛 因为他代表的是500大的一个全资类股 所以其实以现在来看的话 S&P500指数也是52次的一个改写新高的记录 代表现在美国的一个 进入到本来就是传统的一个第四季 耶诞节的一个旺季的时候 这个时候消费的动能都出现了 再加上呢 因为现在的一个油价 相对还是非常低 非常便宜 更有助于占美国GDP三分之二的一个消费动能 是似乎就整个是大爆发的一个状况出现 所以美股这一波的一个上涨 我觉得代表就是说 它的一个景气 比世界上现在经济学家 可能预估的都还要更好 那当然联动回来看台湾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本来也就是在一个出口 到外销到美国市场 去做一个受贿的一个联动关系 所以包含像刚才第一个阶段 我们就提到太阳能部分 大家以为说茂迪带动了台湾的太阳能鼓掌 其实不只是这样子 连美国的像Trina Solar 而且我只是列这一档 还有很多美国的太阳能挂牌公司 也是在涨的 那表示说其实现阶段来看的话 因为持续进入到年底 这时候开始呢 像美国像欧洲像日本 又开始在准备编练 明年装置太阳能的一个预算了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题材开始发酵 那同时最近的一个油价 已经稍微有点止跌的味道 那太阳能产品的一个报价 也有点开始在做一个回温了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长线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比较属于低机器的一个产业 请问一下油价 您刚刚这么一提 是不是油价慢慢呢 不再破底 止跌 不要讲反弹 就止跌的话 太阳能的相关的原物料 就比较有涨起来的机会 对不对 对 那因为我觉得太阳能 其实现阶段比较难 马上去要检视它的获利或营收 可是通常来说 像这种循环性肋骨 它最密切联动的 第一个就是在产品的报价 按报价嘛 太阳能原料报价 对 所以目前太阳能的一个产品报价 也是开始做出了一个 打底的一个动作了 OK 好 对 那这是第一大的一个族群 那第二大族群呢 像这个GM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类股 那汽车股最近在美国也很夯 那因为美国其实很明显 就是说进入到第四季 大家都会开车出游 那加上呢 今年因为暴风雪的旺季 所以很多呢 泰汉啊 或者说这个零组件的一个更换需求 就会出现 那另外呢 汽车的销售本来就是跟整个GDP 去做一个正向的一个联动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几档像国内的一个相关汽车零组件公司 其实最近的一个表现也都蛮强的 像涨幅比较多的应该算是一个东洋 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塑胶保险杆的一个龙头厂 那另外我们提到像这个228的建林 那这张股票因为它价位是比较偏高 所以它股价的部分呢 可能还需要一些法人的一个资金动能来挨注 不过我觉得在基本面上面 因为这两个公司我们过去去拜访过 印象很深刻的是 它是一家在彰化做欧手起家一家公司 就做所谓的替贡 铁管 那其实这个铁管它讲求并不是什么特别精密技术 但是就是它比较扎实的去做这个产业的一个根源 所以现阶段其实它做的 切入到的是所谓的一个汽车 包含安全气囊 包含像安全带 这些比较属于安全的元件的一个部分 那外销到美国比重相对高 而且都是属于大厂的部分 像这个刚才讲的通用汽车或双B 那另外来看的话 像在族群部分 我们回到字卡上面了 讲到下一个族群 我们先进广告 我终于明白原来台北股市大涨哪些的类股 它是跟美国股市当中有如此高度的正相关 还有好多类哦 连迪士尼都大涨 所以赶快进广告回来之后 让微良说明白 玉堂还没讲话哦 玉堂回来之后一个大任务交给您 您可知道下个礼拜只有三天的交易日哦 三天交易日竟然可以定出 2015年明年台股的生死吗 变频空调新标准 现在买Panasonic指定机种 就送现金两千元 Panasonic 新装复读新最奢侈的生活豪宅 享受才是真富有 100至150瓶 相连纯新 8521-8808 能把身体散发出的水分转换成热 两件事吸湿发热被N1 用科学的力量来保暖 我是穆拉德博士 活力配一氧化氮营养补充品 是寒冬守护家人健康首选 别怕寒流促息 今年冬天活力配照着你 咨询专线 0800-300-208 您现在收看的是前线百分百 感梦想 感追寻 宣妮室VSOP 好窗户要配好玻璃 安顾丽防侵入玻璃 云端生活全民共享 东元云端智慧空调 好窗户要配好玻璃 防侵入安顾丽防侵入玻璃 应该到了吧 再三分二十秒 爸 妈收到了 谢谢 你喜欢它 没有啊 GT智慧生活 这你可以吃吗 这你可以吃吗 每一切都可以 马上申办 一起探索GT4G 幸福 永远找一步 全新HTC Desire Eye 搭配亚太电信GT4G 手机零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日币贬值去日本玩很省 到Nissan买车更省 Nissan五高兴 率先反应日币贬值 全车系享五大优惠 价值高达八万元哦 哦 你这么长万贯哦 我才十分要探索保佑啊 这啦 最保养的早餐 加倍优含葡萄糖胺 高钙 高鲜及五十岁以上 所需关键营养素 早餐喝这杯胜过瓶瓶罐罐 第二啦 加倍优 葡萄糖胺营养配方 天天喝 行动力加倍优 微微乐 地表最强老爸 林恩尼迅 Soon everyone you love will be dea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法国领导 卢北松监制编剧 一位九号 极客救援三 战术 让你走得更远 从早让你成为先驱 Citizen 今年真的美国股市太厉害了 刚刚微良在密书才知道说 道琼跟标普 在今年都好几度创下新高 就细看微良那张刺卡 太阳能啦 车子啦 还有晶片 第三类就是高通算是晶片对不对 对 那其实高通算是一个重量级的IC设计公司 大家都知道 那最近呢 其实因为慢慢要接近 所谓在明年1月6号的CES电子大战 所以其实美国有关的一些这种 消费电子产品的类股 其实也都有在做一个轮工的一个动作 那其中呢 我们看到高通的一个大长 联动到台湾这边可以去留意 包含像我们讲的USB3.1 还有像无线充电 因为高通本身呢 也是属于这个无线充电联盟的成员之一 那这里面来讲的话 像台湾的有关这个经验的部分 比较特殊的一个产品立基点是在于 它是唯一一家做这个静电保护元件的公司 那因为未来的USB3.1连接器呢 它是具备这个高速传输 还有支援热插拔的一个功能 所以未来呢 在这个静电释放过程当中 如何去减少这个所谓的一个产品的损坏 那就需要用到这样的保护元件 所以什么叫静电防护元件 它主要是运用在 因为我知道USB3.1就在文塞上只有教 就是那个我们要充电嘛 那个插电的 从欧洲开始统一化 苹果飞瓶阵营大家都用一样的规格 那为什么会需要什么静电防护元件 因为传输速率接压快之后 再加上这个插拔这个动作 很容易会造成一些损坏的可能性 那在这个插拔过程当中 它会释放出所谓的静电 所以要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保护元件 那所以经验部分 它是做这个立基型的一个产品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今年的获利已经看到有这个足迹好转的一个现象 那再来我们看到就在美股的部分 最近迪士尼大涨了 讲到这个就合家欢乐 因为呢 其实年底到迪士尼通常都会习惯性推出动画电影 那今年也不例外 那其实动画电影在这个今年看起来是相当吸引人 如果最近有到电影院去看到这预告片 股价的部分呢 当然也是上涨 迪士尼股价是创新高吗 我没有看错 对 就是一路涨 一路涨 大涨小回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这个反映到景气好 大家也会带小朋友出去乐园玩 利用长假的时候 那所以回来看就台湾这部分 当然就跟一些可能做一些文创内容 或者说比较游戏娱乐产业有关 那当然我们已经看到最近就是 标榜为台湾迪士尼 甚至叫东方迪士尼 就霹雳 霹雳布袋戏 布袋戏 对 那霹雳布袋戏最近股价 也是汉地拔冲的一个走法 我们那个布袋戏 不要小看我们台湾的布袋戏 也是跟迪士尼一样可以飞来飞去 赚来赚去 对 那明年其实在我们台湾农历春节的时候 它会推出一档这个3D动画的电影了 而且还会要卖到大陆去 以后说国语不是说米兰语了 布袋戏拍电影 对 哇 好厉害 所以这个未来商机其实也蛮大 不过只是说最近股价其实是有一点报复性的反弹 因为它挂牌就一路跌跌跌 那最近当然就是筹码换手之后 有一点涨得比较急 比较快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去观察一下 那它前三季获利是2.86 其实本益比稍微略高一点 那如果说我们同样就文创的一个本益比来看的话 那或许另外这一档华妍的部分也可以去做留意 那当初是108块挂牌的 那同时也是压抑了一段时间 那华妍其实是国内第一档真正挂牌文创公司 那讲到它这个旗下的艺人 大概最有名的这个招牌人物就是SHE这个 Selina啦 对 她们这些都是 女子天团 那他们通常就是到了这个第四季还有隔年初的时候 比较会有一些收入入障 因为这时候艺人一些商业演出啦 广告收入入障还有演唱会之类 那今年因为SHE有这个举办演唱会 所以它获利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那股价目前来看的话是 均线纠结之后慢慢扭转文多头的一个排列 那就是观察了这个底部部分曾经出现过攻击量 那未来如果量能能够增温的话 是比较适合去做一个布局 那因为我想这两个股 平常的这部分大家是比较不用留意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分批的方式去做一个锁定 那最后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Skyworks的部分 那这一样也是科技股 不管我们讲到的4G或者是所谓物联网 都会用到这个PA功率放大器 那国内这部分来看像洪杰克是最明显的联动受惠者 因为Skyworks是它的一个代工的大客户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有市场已经估到明年的一个EPS 可能会来到4块钱以上 那所以未来可能就是说还会有一些发展空间 不过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目前离它的一个月经线 乖离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是建议说等到它量缩的时候 再去做一个分批的一个注意 感谢微良 这是比较指标性的美股跟台股的关联 那说到我们自己本身呢 小股大股都帮您追了 指标性的都看到了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台北股市 今天是礼拜六有交易 但是下个礼拜呢就变得比较冷清了 下个礼拜只有三天交易日 29号30 31号 玉堂 我念一下你看这样对不对 下个礼拜的三天交易日 您知道收什么线吗 一个礼拜当然周K线 还有12月份的月K线 第四季的结束GK 好半年年K 麻烦您请上来 人家说 因为今天的收盘的价格是9218 然后我把那个月季半年年的开盘位置 K棒的组成上次都已经讲过了 就收盘的位置扣掉了开盘的位置 如果比较高的话 它就是红K棒 所以铁定收红的 是这样吗 您怎么看呢 下个礼拜 当然能不能铁定这个还有三天变数很多 股市千变万化 我也不敢做一个确认 但是呢 先讲一个我最有信心的 当然年限 年限付600点 好 为什么这么讲 当然第一个剩三个交易日 目前我先从国际面去看 好像没有太多的利空 为什么这么讲 但是我认为就算有 台股我认为也不至于跌这么多 不可能吧 为什么这么讲 当然我们讲房市都有意外 那我先讲我的理由在哪里 为什么 就算 因为道雄在历史高 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三天回档修正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因为这一波台股有没有跟长 没有 台股没有跟长 对 所以我会认为说可能他 台股刚刚讲到 当然我们跟美国的经济的一个 有一定的联动 但是呢 台股跟美股有没有一定的联动 没有 没有 对 他们创历史新高 我们历史新高是12682 对 所以这一波有没有一定的联动 我认为没有 所以我会认为说 受国际面的因素影响比较小 好 那第二个重点在哪 其实最重要我们讲 月K跟这个半年K的一个部分 大概100多点 看起来好像是 也许有可能会收黑的机会比较高 我们这个黑K 如果是黑K的点数怎么算 就是呢 你必须要跌破开盘的价格 9038 对 你就包括月啦 半年线你必须跌破9106 就会是个黑K吧 那有可能吗 三天交易值 好 那这三天有什么重点 其实第一个去留意 外资这两天放假 结果内资拼命的买 没错 那外资回来要不要先买一点 礼拜一嘛 所以刚刚第一阶段志诚说的 大户已经卡位 那下周外资进来 会跟随大户步调咯 对 他要先卡位 那卡位先卡什么 当然啦 中小型股 他一定会有所琢磨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一些大型股 因为外资的一个筹码面 大型股 他会先请做卡位 对对对 好 所以我会认为礼拜一的一个部分来说 应该下跌的疑虑比较少了 因为上周五的美股 当然这个我们礼拜六今天开盘已经反映过 那礼拜五的美股也是创高 所以礼拜一 他反映的是外资放假回来的买盘 礼拜二月这个年底磨台要什么 结算 那外资目前的未平仓大概17万口 虽然不算多 因为他已经从上礼拜陆续有做转仓了 因为我们之前讲大概20万以上是比较高水位 因为预团已经报告到期货 我赶紧把今天礼拜六的期货讯号跟大家来看一看了 外资是放假去 志诚有说他今天的买进跟卖出的金额不到5亿 少得不得了 往常是400多 今天的他放假去你看多单口数也减少 减少到万口以下 不过依旧保值9700多口 这大量 对没有错 进口数的多单 然后你看价差就更美了 正价差是呈现了扩大的格局 所以盘算稳了吗 我打一个旺号 因为预团会继续解读 那选择权呢 选择权预团 这种需要看吗 看涨买权 看跌卖权 口数都好少 所以我刚刚在第一阶段才会留一个伏笔嘛 不要怕 因为外资呢 今天没参与 所以下个礼拜将归队 是不是这样 然后你再看借券 借券我再插播一下 你看 你还愿意画我都不想画了 少成这样子哦 所以外资摆明了今天是没参与 对 没错 今天就是休假啦 那我觉得今天有个重点而已 期货你就看价差就好 价差 因为口数我说变动不大 这扩大 对 扩大 这个38点 去想一个重点 为什么会扩大这么多 因为预期什么 我刚刚讲的 礼拜一外资要归队 要买 对 现货当然你说外资不买 它跟得上来吗 不会 但是期货它是预先反应的 所以价差先拉出来 所以这次我讲的礼拜一 我会认为比较乐观 因为外资会归队 你讲到外资归队 我赶快报告一下台币好不好 好 因为昨天呢 我们特别把台币放在头条来做 今天不算 前两天的台币都是盘中强升强升 Bingo 直到今天呢 它 我们先看 平盘现在在这 多数时间呢 往下是升的 开盘到收盘呢 都还是走升的格局 到了尾盘 稍微动了一下 不过是收平盘 31.750 跟昨天一样 看K您就知道 就算收平盘呢 你看那个走升的方向 往下是升的 还是不变 所以如果 而且量只有1亿 你看连会是都不参与了 所以奥雷白 如果外资真的回来 这个升的格局 应该会继续看到 好 当然会 但是我们知道 因为现在央行的政策 是比较有利于台币区别 你可能会看到盘中是升 那尾盘可能有一笔 当然让它转扁 但是K线的形态部分 应该会类似像这种 我们讲开盘的部分 它是升值的 可是这三天 央行都已经让它收升 而不是扁 因为这段有一点点扁到 有点 对 这边算是急扁的一个过程 对 四年多的新低 也就是说我会认为 它应该不会下的这么快 不会升的那么快 对 不会升的这么快 它是缓升 它是缓升的一个情况 它会去做一个控制 但是你只要看到一个讯号 代表前进来台北股市 这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说过 礼拜一外资先买 摩台又结算 所以这两个交易日 目前的情况看起来 1跟2 我会认为比较偏多 所以说这个地方来说 不管说9038 或者9106 这个比较岌岌可危的 这个我们讲月K跟半年K 能不能收红 其实1 2如果都能够往上涨的话 其实我们讲这个封关 1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礼拜三的一个部分 如果国际面没有太大的变动之下 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看台股的日K一下 台股日K 好 其实当然短线急涨过后 我觉得先看这个 这一根长红棒的一个低点 这一根长红棒的一个低点 帮我们跑一下 长红棒的9096 对 这个就刚好卡在这个 我们刚刚半年线那附近 半年线比较岌岌可危 但是这一根红K 我认为它又有攻击的意味存在 所以第一点要去做一个失守 其实机会不大 好 先请回座 9096的低点要失守 机会不大 所以呢 玉堂还没画出来 下个礼拜到底台北股市 会是怎么样一个走法 广告前我们先看一张 我们规划出来的 好重要哦 2014年的行情 剩没几天了 只剩三天 因此呢 今天的前线 帮您来一个那个白板 大规划 明年2015年行情大预测 前线 专家我会问 非凡商业周刊哦 先说 这一期好重要 有空您一定要翻一翻 因为里面有一个光碟 光碟的主讲者 波浪大师 宣哥 还有一个产经大师 刘昆喜老师 两位就帮您预测 2015年 那我们呢 每天大概都会抽几位专家来问 赶快进广告 回来之后呢 玉堂 市场 我都请他们画一画了 明年行情的规划 另外 也要规划 但是呢 请小心 因为制度明年重新来 新的制度 包括您我名声相关的哦 您不能 不知道 新装复读新 最奢侈的生活豪宅 享受才是真富有 100至150品 相邻纯新 8521-8808 哎哟 怎么有这么好玩的游戏呢 超萌 超Q 有够好玩的呢 大家 今天下载 最后两天 全国精品开卖大展 只剩最后两天 12月26到29 台北花博真言馆 错过再等一整年 我是穆拉德博士 活力配一氧化蛋 营养补充品 是寒冬守护家人 健康首选 别怕寒流促息 今年冬天 活力配照着你 咨询专线 0800-300-2008 动力再进化 全新双动力 奥连德 奥式诞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